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有许多人向神祷告 而我们要问什么样的人的祷告神会垂听 什么样的人会领受上帝奇妙的帮助呢 今天我们解释想诗篇138篇 138篇第八节 神应许我们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词在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其你手所造的 而我们要问为什么诗人大卫可以有这样的确信 神会成全关乎我的事呢 大卫难道这时候一帆风顺生活很顺利吗 不是哦 经文第七节 我虽行在患难中 为了仇敌发怒 是的,大卫也在患难中 但是他在患难中 他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篇诗篇他不断不断的赞美神 我要一心呈现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不断不断赞美神 歌颂神奇妙的作为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会看到神的荣耀 神的奇妙有信心 来支取神的同在 并且大卫说 因你使你的话 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是的,大卫选择高举神的话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起来高举圣经 相信圣经 从神的话语当中 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 也相信神要成就 按着祂的话语 成就奇妙的工作 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断经历 神成就关乎我的事呢 我们发现 整篇诗篇大会选择 不住的在神面前祷告 第三节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援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是的 我们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仰望神 并且在祷告当中 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来向神祈求 第六节 夜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上帝抵挡骄傲人 赠给谦卑的人 最后 为什么大卫不断经历神 听他的祷告 成全关乎他的事呢 第四节 夜华地上的君王 都要称谢你 我们发现 大卫不只是自己 在神的面前 来赞美神 他更渴望所有的君王 能够认识神 所有人能够信靠神 他走传福音的道路 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 就让我们今天 也走上这条 跟随神的路 我们来看今天 这一章最重要的经文 夜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夜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 你手所造的 是的 我们信靠神的慈爱 我们用祷告 用赞美 用仰望 用真理 用传福音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必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